等了一會,安裝過程就完成了 就會見到一個綠色PASS的字樣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手機和USB線分離 分離後就可以進入Recovery 就按音量加主頁鍵和電源鍵一起按 出了Logo就放電源鍵,但繼續保持其餘兩個 進入Recovery之後就可以進行三個清除資料的過程 第一個就是User Data 即是一些用戶的資料,設定等等 完成後就可以把這些緩存 即是在Data 下方的第四個選項 亦都選擇進去,就是清除 第三就是去Advanced 將這些緩存全部清除 確保這個手機系統 就是完完全全的,非常乾淨 一些Data 都沒有 然後就可以去這個 Install SIP from SD Card 接著就可以去Choose SIP from internal SD Card 然後就去到大家剛剛放了個 ROM 即是AOSPGN的04.zip這個檔案 就選取回,然後確認安裝就可以了 這個安裝都順時了,但大家可以耐心地等候 因為安裝完之後,大家就看到你的Galaxy Note 就已經是升級到Android 4.0.3 但是暫時還是這個手機的介面 大家開完機之後就可以繼續跟著 我們一起去安裝這個Tablet UI 去啟動這個平板電腦的介面 好,完成了 就去主目錄,然後重新開啟過手機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Boot Animation 仍然是Android 4.0.3公版的介面 但相信之後應該會有更多開發者 就會開發一些比較生動有趣的開機動畫 由於第一次開機就要寫入一些系統的Data 以及啟動大家開機要等待要進行的登入手續 就要比較長一點的 不要在中途就不要關機,不要拔電等等 就真的要等它開到機為止 除非真的開了很久了 覺得有點不妥,才關機 就可以問我們,看看問題出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到 Galaxy Note 已成功開機,進行開機前要做的手續 將手機連接到 Google 服務 令手機服務更完善 而且都是 Google Android 手機獨有的服務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 Android 4.0 ICS 的公版介面 在這裏,我的隔壁已經完成了一部份 如果大家想在 Galaxy Note 真正變身成一部平板電腦 就可以繼續跟著這個隔壁 大家便會去Recovery 然後安裝剛剛大家放入手機的 Tablet UI 的 Enable 檔案 按Flash 便會把 Galaxy Note 成功 真正正變成一部平板電腦 用音量鍵,選擇 Install Sip from SD Card 然後選擇 Zip from internal SD Card 再選擇剛剛大家放入檔案的位置 按選擇 Tablet Enable .zip 確認安裝 等待它一會,便已經成功開啟 Tablet UI 了 再重新開啟手機 大家便會看到,你的 Galaxy Note 便會變身成為一部平板電腦 大家便會看到,公司的 Logo 便會開啟兩次 但不用大驚小怪,因為這是正常的過程 但它亦會成功開啟手機 亦不會有任何因而產生的 Bugs 出現 大家可以看到,雖然它的 Boot Animation 仍然是直向顯示 但大家便不要再以為它是一個手機 它會進行Android is Outgrating 即是將Apps 更新 更新完之後,手機便會自動開啟 然後便可以享受平板電腦的 Galaxy Note 在這個過程之中,大家便確保手機有足夠的電源 亦不要太強行去關機 不然大家有可能在下一次開啟手機 就會在 Galaxy Note 的 Logo 上不斷重複啟動 開啟手機 大家便可以看到,這就是平板介面 再橫幅 這是平板電腦的 4.0 公版介面 是平板電腦才能看到的介面 系統版本是Android 4.0.3 還有Kernel Version 升級到3.0.15 所以大家便不要再在4.0 ROM 後的 Galaxy Note 上 拆拆任何Kernel 因為以前Kernel 仍然停留在2.0.15 的版本就不適合用在 Note 上 大家便可以看到這些 虛擬的導向鍵 是真的可行的 而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過場畫面 亦有4.0的3D 效果 而且因為這個 Galaxy Note 的 GPU 比較強勁 它便非常順暢 聽歌介面 聽歌介面也是升級到4.0 平板電腦的介面 配搭操到 vari MILESI Może 的 strokes 形成第 4.0 0. discouraged 調校除 CAD 並用於Widgets 的方法 配搭影片 於 Twilight keh遇到 放手便可要 呀 最尚看待這裡 就是看來平板電腦的設定方法 可以快速選擇開啟GPS、Wi-Fi、屏幕亮度 因為現在我調校了Auto,所以不能調校 但只需要調校它自己手動選擇 就可以用到剛剛的快速設定的作用 大家看到這條bar,拉動它一下 屏幕就會變光變暗 大家選擇自己適用的光亮度就可以了 今次的Galaxy Note 升級4.0、ICS ROM 以及這個Tablet UI的隔壁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下次有更多手機的教學 請大家繼續支持,多謝!